這個情況在新加坡是關心的 因為它現在很暖 它顯然會轉移 我們不知道整個角度 但現在正確實在有某種程度的發展 專家指出 新加坡疫情數據蒐集相對完善 同時當地氣溫較高 可更準確地判斷病毒傳播趨勢 目前新加坡已確診50個感染病例 8人進入加護病房 基本上 暖的氣候應該是一回合 對疫情對疫情 現在疫情非常新鮮 所以它似乎在不同的方式行動 國際專家目前普遍認為 中國疫情早已失控 數據毫不可信 美國疾控中心日前稱 已經準備好因應疫情在美國的蔓延 疫情可能纏繞一整年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不明言 首都華盛頓甴提辦